拿出C7喷油器,把喷油器油嘴朝上,旋转拆装之下的手柄,使喷油器固定在卡头上。 将卡特喷油器拆装工具套入喷油器油嘴部分,拧紧工具周围的螺母,旋转卡特拆装支架上的油头顶杆,使油头顶杆垂直压入喷油器油嘴,旋转卡特喷油器拆装工具,拧松喷油器油嘴可体。 拧松油头顶杆,取下喷油器部分,装入活塞上的内侧胶圈。 将专用工具套入活塞上,将活塞外侧的胶圈套入专用工具上。 压入胶圈安装专用工具,使胶圈套入活塞上。 将喷油器固定在专用支架上,安装油嘴可体。 旋转卡特拆装支架上的油头顶杆,使油头顶杆垂直对准喷油器油嘴。 注意将油嘴部分与喷油器部分的定用销插孔阻集后,压入喷油器。 拧动油嘴可体,使油嘴部分固定,将喷油器专用拆装工具套入喷油器油嘴部分,拧紧喷油器油嘴可体。 拧松支架上的油头顶杆,拧松支架上的油头顶杆,取下喷油器拆装工具。 拿出机油阀声程测量工具,将千分表安装在机油阀声程测量工具上。 再把机油法装入测量工具内,拧紧测量工具。 把千分表数值归零。 拿出一支细杆,插入测量工具。 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,机油阀声程标准数值为0.150毫米至0.200毫米。 拿出显铁声程测量工具。 将千分表安装在显铁声程测量工具上,并把测量工具放置在归零块上。 把千分表数值归零。 把显铁声程调整垫片安装在机油阀上。 把测量工具放置在机油阀上。 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,显铁声程标准数值为0.240毫米至0.260毫米。 如果数值偏小,需要更换后的显铁声程调整垫片。 拿出显铁声程测量工具。 把千分表安装在显铁声程调整垫片上。 并把测量工具放置在归零块上,把千分表数值归零。 把油头倒置放在油头可体上。 将测量工具放在油头上,能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。 蒸发生成标准数值为0.250毫米。 如果数值偏小,需要更换短的针阀生程调整垫片。 把C7C9启盆压力测试工具固定在立式台前上。 放上油嘴、柴油阀、单向阀部分。 拧住顶连性后。 拧入油嘴、紧袋。 套入拆装工具、拧入。 配合扭力搬入扭紧,扭紧力距为90-105牛米。 取下工具。 把测试工具拧住教练器。 使用扳手拧紧。 下压压杆,观察数值,起凭压力标准数值为220Τ。 把C-9起喷压力测试工具固定在立式台前上。 放上单向阀,柴油阀,油嘴部分。 抵入油嘴紧帽。 套入拆装工具。 用扳手拧紧螺丝。 配合扭力扳手扭紧,扭紧力距为90-105牛米。 取下工具。 把测试工具拧入教练器。 使用扳手拧紧。 下压压杆,观察数值,起喷压力标准数值为220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